微博快递 微博快递 如果你在外地旅行 睡覺時突然發現床邊站了一個不認識的男人 你會否很害怕 容祖兒在微博說 他剛剛在福州表演完之後回酒店 鎖好門後用椅子頂住門 然後去了睡覺 睡覺時突然發現自己床邊站了一個不認識的男人 他很害怕 以為自己撞鬼 不斷打自己的臉 最後發現這個男人是真人 他在想為何會有個男人在呢 不斷尖叫不斷逃跑 然後去了開燈 開燈後發現這個男人拿著一張房卡 他問男人為何會有房卡 但男人沒有理過他 放下了自己的外賣 容祖兒和他繞釀了十分鐘後 終於有同事來救他 酒店方面就說 原來是搞錯了 給了一張同樣的房卡給另一個男人 容祖兒就覺得很奇怪了 他明明反鎖了門 還要問門員 還搞到整地都是行李做障礙物 這個男人究竟是怎樣衝進去的呢 還有 為何這個男人入房的時候是不開燈的呢 為何他走到床邊的時候是靜悄悄的呢 這些事會不會太巧合呢 有網友就回應就說 會不會是容祖兒過分擔心啊 就像自己是香港這個Superstar 就過分擔心這樣 但是我就覺得 如果你突然在外地旅遊的時候 站了一個不認識的男人在你床邊 其實都真的挺害怕的 未博快逮